这样想来他其实是来湖南台以前 来快乐大北营以前是很自信的一个 是啊 你没有感觉他工作前和工作之后 自信心的一些转变 压力可能也太大了 压力大 你会不会挺后悔让他做这个行业的 他做这个行业 这真的是他自己选 大学的时候快要毕业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参加那个 小梁新主播 小梁新主播 那个时候是比较自信的 成绩也不错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八姐的频道 很多粉丝都以为八姐的视频 只是捕风捉影的去故意抹黑你们的爱豆 其实你们都冤枉八姐了 八姐从来都是尽量理性客观的 去分析还原一个真实的圈内人物 不存在故意抹黑的情况 八姐今天要说的无心 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都很讨厌他 但是如果你深挖他的黑料 你就会发现 和娱乐圈的其他人比起来 其实他这个人算是很干净的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观众这么讨厌他呢 他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为别人讨厌的样子的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无心最令人讨厌的点 就是他的类似近体质了 早在2019年 就有人统计过 无心因为哭 上了九次热搜 这在娱乐圈也是相当罕见了 上次在浪劫里哭 还是因为被蓝莹莹的狼性精神给吓的 这次在妈妈 你真好看这个综艺里 又是因为评委刘文给了妈妈带定 崩溃大哭 几乎在他参加的每个综艺里 你都能看到他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大哭 他的哭不是某些演员做作的假哭 而完全是眼泪控制不住的奔涌而出 对于在这么多节目中的暴风哭泣 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有时是因为舆论的压力 有时也是因为自己是个好强的人 不甘心当个普通的配角 有时是因为被无数的流言蜚语攻击 进入大众视线以来就一直在经历着网爆 在多个访谈节目中 他都会为自己辩解 我真的没有炒作 无心所面临的各种职场的压力 令人感同身受的中年危机 再加上病毒式的频繁热搜 都让人觉得心疼 让当时大部分网友也是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善意 纷纷安慰他 不管是节目弹幕 还是微博 都是给他打气的声音 结果无心是怎么回复大家的好意呢 自己在节目上一把鼻涕一把泪 给自己树立一个独自自主 却不容于世俗地委屈女性形象 在他看来 一切都是别人的错 别人无法理解自己 就拿大龄单身这件事来说 无心在多个节目中都控诉过 觉得很多人喜欢给自己设置大龄的杠杆 认为自己这么大年纪不结婚就是种错 时刻都会感觉自己被那么多条条框框 压得喘不过气 话是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一转头 37岁的他立马就可以嘲笑34岁的素人不谈恋爱 自己家的衣物乱得连马桶上都可以捞着几件 结果换了个节目 他立刻就可以嫌弃素人嘉宾的房间不像女孩子住的 能给自己找借口是因为工作忙 但素人嘉宾就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自己被吐槽品位不咋低的时候 会放话我自己的审美自己开心就行 结果上了节目 他立马就能对不喜欢化妆沉迷学术的女博士各种大呼小叫 说人家没有女人为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一只口红都没有 毫不夸张的说 在这个节目里 无心完美的诠释了双镖二子 不愿意自己被要求怎么做 但同时 他又要求别人去怎么怎么样 凭借着节目中呈现的狗屎一样的三观声明远播 该节目的若干金句和名场面终于传到了原创节目的主创耳中 好不容易有了个当主嘎的综艺 结果折腾半天 除了吐槽和骂声啥也没剩下 同样的 他在元气满满的哥哥这个节目里 除了念广告词就是毫无感情的讲流程 每一期开头那么简单的两句话还得看着提词器 哥哥们都很有梗 他却一句话都接不住 更别提互动了 主持了那么多年的快乐大本营 仍然是一点主持人的素养和综艺感都没有 委屈倒是一大堆 再过个三四年 吴欣进入芒果台就满二十年了 这快二十年的岁月里 他没有一个特别出彩的点 好像永远都是小透明 如果说芒果台没有给他表现的机会 那确实是冤枉了 早年芒果台的一些综艺也想让吴欣参加 可惜吴欣不敢挑战 自己放弃了 我是歌手除了何炯 谢娜 其他主持人都去当经纪人 吴欣却放弃了 芒果台只好把当时地位不太高的其他主持人拉进来 沈梦辰 张大大就是这个时候出圈的 而芒果台四小花 其实想想 也很难想到他们有什么节目作品 可是一台晚会 歌手的外场 或是某个综艺的副主持人 就让他们的业务能力表现出来了 的确很出圈 李莎明子 刘叶 金梦佳 都是这样出圈的 所以 机会芒果台都给了 而且无心的机会更多 但是因为无心自身原因 没有把握住机会 没有出彩 而其他人借着一点点机会 就让自己发光了 再说沈梦辰 很多人说芒果台给沈梦辰的资源更多 可是沈梦辰到目前为止没有过自己的节目 他当年凭借歌手 当林志炫的经纪人爆火 至今七八年 他的业务能力提升至快有目共睹 而且每一档有他的节目 都会引来很多关注 他自建加入真正男子汉 从嘉宾到厂住火星情报局 这一切资源一部分是芒果台给 更大一部分是他敢争取 敢强敢拼 另外 吴欣一直将网络上对他的建议和质疑 说成是对他的攻击 他内心是抗拒网络上对他的指责的 包括当时深夜食堂他发的微博 包括后来浪解他的回应 都是说外界对他的嘲讽和攻击 其实吴欣算是芒果台被网爆最亲的主持人之一了 可是他的小公主性格 还是让他受不了一点点委屈 快四十岁的人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呢 在进入芒果台之前 也可以说在他真正步入社会前 他过得太舒适了 从小幸福快乐长大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对他疼爱保护 细心教导 老师同学都很好 很善良 考上好的初中 好的高中 高分考进大学学法语 二十岁就担任大连电视台时尚十分栏目的兼职主持人 二十三岁参加闪亮星主播 就直接获得亚军 人们对他那时的印象是自信挺拔 前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 他实在太幸运了 他没有任何面对狂风暴雨的心理准备 同时父母对他的呵护 也导致了他对其他人没有同理心 假设他前二十年中 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 被教导或经历过苦难而深之事故 那么至少在面对后面的一切时 有个心理准备 至少能在别人拔刀之前立好盾牌 这个不知事故的姑娘 却赤裸裸地站在了风暴中央 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抵抗千军万马 原有的自信在一次次打击中逐渐泯灭 他像极了那些刚从象牙塔里出来的人 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 同时间的打压 莫须有的污蔑 网友的恶意辱骂 你很难想象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快乐家族二十周年专访 何老师哭着说 这些年星星真的不太幸运 说什么鼓励的话当时都觉得无力 他是一个不争不强 沉浸内敛的宅女 面对这一切只会默默地承受下去 十多年的打击 让他从当初的自信挺拔 变成今天的脆弱一哭 他不是没有想过要改变现状 但他可能并不想为这些改变付出代价 所以他永远都在潜尝折止 他试过进军时尚圈 去时装周 拍时尚杂志 也试过做演员 可是一遇到困难就放弃了 当各个领域都尝试一圈后 人就终于开始认命 开始躺着抱怨 到最后他发现 唯一能让他有存在感的 就是炒作各种CP 他的炒作对象 更是从多海涛 潘伟柏 李晨 横跨到张远 韩庚 李一峰等等 只有吃瓜群众想不到的 没有他炒不了的 甚至他的CP传闻 一度严重到 连见多识广的李一峰 都因为实在承受不住 初来澄清过 而对于这些争议 无心是怎么回应的呢 关于CP传闻 他的说法前后不易 先是卖惨 仿佛自己无能为力 仿佛还长期受到网络暴力 关于说自己演技灾难的言论 他反驳说 那是因为我的戏份不够多 没有导演给我一个有主线的角色 为质疑本职工作主持能力不OK的时候 他选择把锅甩给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在娱乐节目里不好体现 因为台风不好晃来晃去被潮食 他更是世之高气扬地对了回去 我晃什么了爱你是了 从以上各类综艺节目的当中 就能发现吴欣的精致利己主义 相比沈梦辰和仙娜来说 吴欣身上看不见一种热情 尤其是在群星当中 另外两位会主动发挥自己的主持天性进行控场 而吴欣更多的是害怕说错做错 畏畏缩缩 不发一言 担心惹祸上身 一旦遇事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无论是恋爱还是事业上的事意 一直都是靠哭哭啼啼解决 仿佛这样世界就会同情他 理解他 然而在别人经历以上的一切时 他却无法做到共情 当初自己所害怕的那一套世俗教条 又拿来当作自己的信条 输送给那些和他处于相同困境的女孩子 人们更喜欢看到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去改变现状 改变命运的人 讨厌那些成天抱怨 哭哭啼啼 甩锅给别人的人 明明拥有很好的条件 但是却一点也不乐观 明明知道自己应该突破 却没有明确的目标 随波逐流 明明做得还不够好 却有那么多人说做得很好了 明明很想挑战 但是周围人都认为他能力不行 他踏实实不拖后腿就行 明明只是欠偿而止 却以为自己做到了极限 无心永远都是在被动努力 从不是因为自己真正热爱 或者自己真正想要做好一件事 而主动去努力 比如他想要演戏的理由 不是因为热爱表演 单纯就是想要多体验一个不同的工种 所以他所有的所谓努力 注定都是白费的 当然 作为普通网友的我们 也大可不必为无心操太多的心 因为他和他的好搭档多海涛一样 虽然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不怎么样 但是人家在生意场上 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作为明星中最早一批开设餐厅 淘宝店铺的弄潮儿 在明星店铺普遍发展不好的情况下 无心的餐馆太子爷和自创卡通形象小飞象 的淘宝店铺经营得非常不错 查询发现 太子爷利属于长沙市世界餐饮馆里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 注册资本50万元 无心曾作为第二大股东持股20% 持有80%股份的大股东滤镜 是无心的母亲 虽然无心于2018年退股 但目前公司剩余的20%的股份 则由其父亲吴炳海持有小飞象 被形象属于长沙欧菲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其查查显示无心曾持有其50%的股份 但无心同样于2018年退股 这50%转移到了其母亲旅经手中 小飞象的官方淘宝店铺目前有粉丝60.6万 销量最好的一款T恤销量达到2700多件 近年来逐渐解锁潮流传达 并通过综艺节目解锁带货技能的无心 赶上了短视频 直播的东风 也在潮带货小能手的路径上狂奔 在某商业带货排名榜中 无心力压沈梦辰 黄胜一等人 登顶第一名 尤其是在家电 美妆 女妆和日化等品类中 其带货影响力超75% 所以 很多人都会说 明明你都那么幸运了 又那么有钱了 你还有什么好哭的呢 其实 你并不用天天喊着我要改变 也许你只需要再乐观一点 再积极主动一点 再热情投入一点 并坚持不懈 迟早 那个又懒又丧的你 就会消失不见